善用人生的引法岁月 成为所有人必修的课题 年龄只是数字 年纪增长不代表人生就要走下坡 大家答案 在地乐活正流行 长者一样有活力 良好的生活习惯 正确的医疗保健 学习健康新观念 活出高龄的智慧 迎接中年新世代 我们的专业采访团队 带您一起进入幸福引法赞 学习的孩子不会变坏 爱唱歌的人不易老化 老丸童合唱团唱出引法赤子心 老我们要变小 对不对 老丸童最适合我们 引法出的人的名字 天气炎热 阿嬷胸口长红疹 以为是水痘 竟然痛得受不了 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带动泡疹 它就早是我们小的时候 或是我们以前曾经得过 所谓的水痘 那同样病毒没有死 只要我们的免疫力低下 它就可能就蠢蠢欲动 从我们的神经节 就跑到我们的表皮 长青跑者秋树家 冒点之年挑战马拉松运动 踩高跳表演 散播欢乐散播爱 我这样的台阶 观众很喜欢我 互动 当然这个就是我的成就感 有时候听到一首歌 就会勾起我们记忆中的片段 帮助我们连结过往的情感 所以说音乐的力量是深不可测的 随着年纪渐长 记忆渐渐消逝 或许靠着音乐的催化 就可以唤起我们生命中的美好时光 87岁的冯博青 年轻时因为工作的关系 一直常居国外 退休后思乡勤切 落叶归根回到台湾 虽然就此可以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 但是心中还是希望 能够为自己以及中招的朋友做一些事 让生命更有意义 以前因为为了生活比较忙碌 后来退休以后比较有闲 有闲就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设好 自己设好 我就喜欢 小时候就喜欢画画 小时候我也喜欢狠狠的 所以退休以后就 恢复到我原来的喜好 住在养生村 主要的目的就是养生 过晚年 过晚年嘛 那后来想到 大家都能看电视啊干嘛的 这不是个办法 我想老人家也该出来活动一下 冯博青起心动念 希望能创造一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 让大家有团体的安心感 也换回自己的存在感 很多父母都相信 学情的孩子不会变坏 现在更流行的是 爱唱歌的人不容易老化 所以很多机构都把音乐 列为具有疗愈效果 而且能够让长辈充分享受的活动 今天我们要带您来看一群长辈 他们自发地组成合唱团 不但唱出了优美的歌声 而且还展现出不老的活力 我们自发地组成合唱团 我们自发地组成合唱团 动人的旋律 婉转的歌声 你可相信这一群笑容满面的长辈们 他们平均年龄有83岁 而87岁的冯博青 还是合唱团的发起人之一呢 冯博青 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成立合唱团啊 因为我们在卡拉OK 这里好叫卡拉OK教室 空气非常不好 那这个在卡拉OK唱的人蛮多的 那我原来在美国除了退休以后 除了教化还喜欢唱歌 对 所以我到这儿的感觉的话 卡拉OK唱歌的人蛮多 为什么不想办法做这个合唱团 最主要的 老师找不到 我找了三四个月 找老师 在外面找不到 我说有一天 我们李除美老师 在卡拉OK教 一方面教那个四哥班的唱 一方面又教那个普通的卡拉OK 我就在外面等吧 等他出来了 我说李老师啊 我说我很想组织一个合唱团 你有没有兴趣帮我们忙 好啊 一拍就合 那当初你怎么会想要把这个合唱团的名字叫做老顽童合唱团呢 是个老顽童啊 这个这个年纪 老我们就变小 对不对 是不是老顽童啊 最适合我们这种 引发出的人的名字 对 而且我们现在取了一个英文名字 叫 Every Young Chorus 第一个音就好 第一个音就好 好 来 第一个音 预备 来 指导老师李淳美 原来担任志工 专门教授长辈们卡拉OK 他受到冯碑碑的热情感召 毅然决然地投入合唱团 在与长辈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 大家的热情与火力 让他觉得他不是付出而是获得 李老师 您指导这个老顽童合唱团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有有 就是我们的钢琴老师 他是一个很年轻音乐系毕业的 那他刚进来的时候 他就坐在后面 等长辈进场 那他不知道 他是奇怪 他是不是找错教室了 怎么会有拿拐杖的进来 然后又一个又拿拐杖的 然后还有推轮椅的 然后一下子一堆人进来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合唱团 不是他想象中的 只是年轻人的合唱团 居然是这么多 这么大岁数的年纪长辈在唱歌 他就觉得好感动 好感动 这一群长辈们来到这里共同作伴 度过喜乐的晚年 也为自己的人生增添色彩 张阿姨 你当初为什么会参加合唱团呢 因为我本来是一点不会唱的 那么看他们老顽童合唱团 唱得大家都兴趣很浓厚 那么我想想我一个人孤孤单单 也参加吧 也参加吧 那么就参加了 参加了嘛 开始就对唱歌有兴趣了 那你这个唱了 你又唱多少时间了 我现在有五年半了 唱了五年半 那你觉得这个五年半来唱歌下来 对你的身心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很开心 那么平常呢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好 也很寂寞 那么我很盼望每个礼拜四啊 那个李老师来 那我就是这一天就是满愉快的 刘阿姨当初为什么会参加合唱团 我本来也不会唱歌 也没有参加任何的合唱团 或者经过什么练习啊 可是我到老搬到这里来了以后了 因为朋友就建议参与 叫我来看看参加 那我就报名参加了 那你参加了合唱团之后 你觉得你有没有改变 有改变 我至少我的身体健康了 很快乐 一快乐我就健康了 健康了就很开心 心情就很好 享受音乐最重要的 是要大家一起来参与 分享共同的回忆 自然就会涌现元气与热力 让人越老越开心 越老越健康 果然我们在这群老顽童身上 看不到岁月催人老的脚步与痕迹 面对种种高龄化的身心议题 心灵和身体一样 需要被照顾保健和治疗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长辈 会主动地参与各种性文化性的活动 希望能够提升生活和生命的品质 冯伯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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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您是在教大家画画是不是 对对对 您以前做过画画老师吗 以前我在美国做了二十几年的国画老师 二十几年的国画老师 我自己有个画师 我在青尼尔森特也当老师 所以你对画画师非常熟悉了 曾经也自己在十几家里面有画师 我到了这里 差不多第二年开始我就教素描 因为他们那时候缺素描老师 那您觉得说像你们长辈们 画画的话你觉得有什么好处 画画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对不对 因为老人家坐在房间里面 那你们不出来也不好 说出来给他们一点东西做一做 使他们脑筋转弯 免得得老人的不好的内心 我现在已经87岁了 那这是看不出来 因为一方面画画 一方面唱歌 有的粗一点 有的细一点 尹法族想要亲身参与各项活动 第一步就是要破除 认为自己做不到或是做不好的迷思 不要自我设限 就当作是一个轻松有趣的玩乐时光 刘阿姨 你偶尔画画吗 偶尔画画 那你觉得像退休之后的生活 怎么样安排比较好 退休的生活应该 比较安排得紧凑一点 应该什么时间做什么 什么时间做什么 动动脑筋 动动身体 是 那像您都安排什么活动呢 我这样子因为现在这个进步的时代 都是要电脑的 我在美国也会一点 可是不太多 那我就进入 插入初级班 中级班 高级班 电脑差不多快两年 是 脑筋动动就很好的 然后那个完了以后呢 我就学报名二胡 二胡 二胡并不是很容易就学会的 是啊 这个要报得很大的勇气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几乎要放弃了 可是大家都很鼓励 我说可以可以 那我就拉一拉 拿了一年半下来 还不错 还可以 很开心 看看这群合法顽童 他们具备一个人的生活能力 又享受一群人的团体乐趣 更活出了智慧老人的醇厚深度 对于老顽童合唱团的成员来说 圣诞节报家音 不仅仅是年度重头戏而已 更是在岁末年中 为所有的人带来关怀与祝福 排成四排 四排 四排 你到后面去 山山也 观众 观众 照着上 李老师 今天这些老顽童们到这里来报家音 你觉得对他们可以产生什么影响 是的 我们每一年都会带 我们老顽童歌唱团 散播欢乐 散播爱 护理之家也是我们每一年的一站 我们到这里来 把老顽童的这些活力都带出来了 让他们有一个舞台 他们除了平时练习之外 他们心里面 他们还说 有一天他们也会老去 也会住到这边 所以他们一定要出来 在做这样的一个关怀 用歌声来散播欢乐 散播爱 杜导 您看到今天这个老顽童的这些长者 到这边来给护理之家的这些长者来报家音 您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他们将近百岁的人瑞 还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分享他们的关怀跟快乐 那另外一方面 也影响了启发我们的失能的长辈 能够让他们有更正向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他们的生活 然后让他们紧正下的能力 可以做到自我照顾 是 而且能够打从心底的 让自己能够开心快乐 是 这是最重要的 音乐的力量无远弗界 不仅将欢乐渲染给大家 更会唤起每个人内在的赤子之心 沉醉在歌唱的喜悦中 长辈们找到生活的重心 也有了成就感 而音乐的魔力 更能疏解脑内的压力 对社交 健康和情绪 都有很大的帮助 胡伯伯 您觉得参加了 这个老顽头和唱团之后 对您人生产生什么意义吗 对我这个后半身呢 感觉到非常的有价值 比前半日很有价值 为什么带动了这么多的老人家 除了活动 唱歌 对这个身心都有帮助 你看到有很多推车子的啦 走不动的啦 他们都参加了 说想这种情绪嘛 我觉得这个老文童啊 对这个老人家特别有价值 除了对你自己好以外 也能够造福大家 对对对 只要他们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经常就会关回他们 对 维问他们 在迈入高龄之后 能够在音乐中找到记忆与情感 拥有自己的舞台 人生自然 缤纷精彩 在一场场的活动中 不但让长辈们满足了表演的欲望 也将满满的关怀与祝福 带给别人 许多研究指出 参与音乐活动 可以提供长辈心理和身体方面 正向的帮助 我们看到这群喜爱唱歌的长辈们 在音乐相伴的日子里 展现出生命旺盛的企图心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谱出自己 优美动人的生命乐章 只要开口唱 永远都不嫌晚 1935年关刀山大地震 我们现在所处的池墙村 灾情斩重 地震就如我们所知道的 其实板块蓄积了能量之后 伺机爆发的结果 病毒也是一样 病毒在我们体内也是浅尝着 等着付出的机会 一旦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这些病毒伺机爆发 就可能带来严重的疾病 这里是苗栗市民生路市场 台湾汇行志工救生游泳协会的志工们 一早就来到这里义卖汇行小志工馒头 85岁的张宁玉兰业绩最好 连骑机车等红灯的骑士 看到他来推销 马上就买了 张宁玉兰这几年都跟着儿孙们出来当志工 在当志工之前 他原本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 平常就是照顾他的小菜谱 身体也一向很硬朗 只不过从2000年开始 只要气候一有变化 他的胸口常常会长出一片又痛又肿的红疹 15年前 我和他家里喝点点 一粒一粒煮得通了 通了 我和哥哥都咬到房子茶 如果撕着酒的药就不过茶 茶到那边说茶 然后茶不好 我还要去烧 用烧 烧过烤就要烧 烧过烤就要烤 烤过烤就会烤 烤不烤 烤就要烤 烤就要烤 整年了 要烤 要烤 为了了解老人家天气热 胸口就会长出又痛又痒的红疹 到底是什么疾病 我们来到实际医院 拜访皮肤科的王淳化医师 寻求解答 王淳化医师想请教您 如果民众发现自己胸口 出现这种像红疹又像水泡一样的皮疹 然后又痒又痛 而且有时候一年就来个一次 这种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吗 是 其实我们如果遇到一些病人 他主述说在他的身上一些某些地方 会容易出现一些红疹 然后会有水泡 当然我们要先从最常见的湿疹去想 或是我们被蚊虫咬 但是因为有时候如果病人会跟你说 还合并痒跟痛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说有没有可能是泡疹 所以就是有关神经痛的部分 是我们的见证人这个江宁玉兰阿嬷 她就是这样子 她后来说医生就跟她讲说 原来她得这个东西叫做带状泡疹 就是我们俗称的皮疹 那到底带状泡疹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对 其实带状泡疹 它就俗称飞蛇 那这种或叫皮疹 它就想是我们小的时候 或是我们以前曾经得过所谓的水痘 它同样病毒没有死 它藏在我们的神经节里面 等到我们以后长大之后 或是说我们日后 只要我们的免疫力低下 它就可能就蠢蠢欲动 从我们的神经节就跑到我们的表皮 影响到我们的表皮出现红疹 水泡 甚至就整个的 就是类似像水痘的那种病毒的那些 小水痘就出来了 那所谓的免疫低下 例如像熬夜 晚睡 压力大 心情不好 感冒都算 所以说只要我小时候出过水痘 我都可能长大的时候 它有机会在我这些压力大 或者说免疫力很低的时候 刺激而动跑出来就对了 没错 可是我们这个张玲玉兰 它有时候是出现在胸口这个部位 那有一次是在整个肚子 甚至都长了一条长长的 甚至留下那个疤痕很严重 所以像阿嬷她那样子常常反复发作 真的要注意她的免疫力的问题 是 除了注意免疫力问题 是不是说有些人 其实他留下这个疤痕之外 他甚至会觉得痛很久 这也是他常见的后遗症 对 就是所谓的带状泡疹后的神经痛 因为其实神经的修复非常的慢 那这个病毒又特别讨厌 就是它躲在神经节里面 它如果哪个地方就是 它觉得你有四肌可蹭 就是说有机可蹭 它就跑来皮肤玩一下 然后就会开始又皮肤痛神经痛 对 然后那个疤痕又不是很舒服 对 张玲玉兰胸口反复发作的红疹 医师诊断为带状泡疹 不过就算医师治疗好了 过一段时间它还是会发作 有时候严重到伤口溃烂 好了之后也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不过就会发作 我发作 脆都要得就发作了 一直发作 我就是皮肤口味拿药 那插 插后 又没法 插后又没法 又没办法了 就出来做主公鸭头 这边 太没反力 反力没那么多 就这样子就太好 17年前我是一个忧悲恼苦的人 那我妈妈看着我这样子过日子 非常的不忍心 那我自己想说这样子是对母亲不孝 也是带动她引起不快乐的心 所以我就跟佛菩萨发了一个愿 说如果有谁愿意帮助我内心里面 不再痛苦 我就终身服务奉献 一个偶然的姻缘 张玉芯加入会行志工团队 找到了信仰 也找到了生命的价值 心宽念纯 她的人生观获然开朗 一只忧心女儿子张玲玉兰 看到了女儿子转变 也卸下了心中大石 她的心情改变后 呆妆炮枕反复发作的情况也跟着改善 后来她也很认真地跟着女儿去听课 在佛堂她也学到了帮助她对抗病毒的养生操 佛堂的女儿 佛堂一百空六岁 平安一百空六岁 一百空四岁就在那里做狗 去狗岳也得到 按补头所以要摔红 在那里面 面穿红 做运动 煎四行茶 煎四行茶 煎一百度 然后煎一百度 煎一百度 然后煎一百度 这样就有提供女儿 就不会生病 虽然胸口因为带状炮枕留下的疤痕 无法抹灭 但至少胸口那块担心女儿的大石 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我游团来的就说 不是说我穿多多起来 身体的高就好 心管不要紧带着 我们都没有胸 台湾民众有时候这样 看到皮肤的问题 想说这应该小问题把它湿疹 所以我可能是自己先去买个药叉 后来可能它已经发出来是泡疹 可是好像也觉得太慢 据说这种如果我要早期治疗 是不是要有一些口服药物可以用 但是好像一定的期限之内 效果会比较好 对 因为其实我们像国内 就是世界公认这些所谓的 就是抑制病毒的这些 所谓的口服药 它其实最好的时间 黄金时期是48到72小时 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尽早发现 尽早那个警觉 然后赶快来给皮肤科专科 其实应该都是可以诊断出来 然后及早投药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赶快投药的话 你越晚投药 其实一般我们是超过一个礼拜以后 再投药就没有用了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药物 它是从肾脏代谢 所以我都会跟皮肤说 如果你是在一个礼拜之内发现 我们还可以赶快吃那些特效药 口服药 超过一拜之后再吃 老实说就浪费 而且伤胜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那个黄金期 赶快有那个警觉 赶快及早就医 然后吃那口服药之后 赶快及早的抑制那个病毒的复制 它的第一个 以后它的疼痛时间会缩短 然后整个的病程的恢复期会更快 所以要及早发现 一旦皮肤有这些异状 最主要就是它会合并痒或痛的 这种感觉的时候 要开始流心 它可能不是我们一般想的湿疹 有可能是带状炮症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张宁玉的阿嬷 她本来其实还蛮反复在发作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女儿的婚姻有一些状况 然后自己一些心情也很差 所以就一直发作 这几年啊 反正女儿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她跟着这个去做义工 去卖馒头 甚至跟着人家做养生操 她整个几乎就不会再复发了 所以对于这个疾病来讲 一旦罹患过 要让她不要再找上自己 这个让自己有很好的免疫力 是不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方法 是 心情 刚才主持人讲到很好 就是心情 因为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所有的免疫都是走下坡 所以其实刚才阿嬷那样是对的 虽然我们都会鼓励变成说 心情要好 要多运动 尽管多出去接触外面的阳光空气 你会比较不容易忧郁 对 对免疫力是有提升的作用 张灵玉兰这些年跟着全家人一起当会行志工救生游泳协会的志工 常常挨家挨户义卖会行小志工馒头 他卖到店家都认识他了 曾经受苦于带状炮枕的张灵玉兰 自从当了志工到处去上课 去义卖 越活越健康 每天的生活也非常的规律 运动 拉筋 菜谱劳动 念筋修行 妈妈这样子懂得这样子信仰的重要以后 开始终身学习 终身受教育 然后每天懂得去拉自己的筋 拉身体的筋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拉他的脑筋 他知道说人一定不可以在家里当宠物狗 宠物猫 就是一定要走出来学习 四代同堂做志工 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张灵玉兰看到了儿孙们的积极奉献 全家人也看到了他的健康喜乐 就是这样张灵玉兰就很知足了 游泳来的就说 不是说我穿桌桌子 你会建议说怎么样让自己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让自己说身体里面已经有的水痘病毒 不要刺激而动 让他们有机会 有 第一个生活做 其实请他们不要熬夜晚睡 真的熬夜晚睡的人通常迷你不会很好 第二个就是饮食的部分 请他们多吃健康一点的东西 然后就是蔬菜 水果要多吃 要以五股 营养都要均衡 然后还有运动 我觉得他真的要运动 运动者包括还有去外面接触 外在的一些阳光 空气水这些都有 那如果身为照顾者 比如说侄女 她应该怎么样去观察或注意家里的这些长者 她可能是罹患了这个带状泡妆 其实我觉得老人家还是 就是我们的身为主女可以要多去注意他们 有时候他们可能不太会讲话 或者说卧床等等 其实在帮他们擦澡的时候 注意他们的皮肤有没有什么异状 对 有时候他们可能不太会讲 但是他们会觉得很不舒服 会痛痒这些 其实他们皱个眉啊 或者是说会跟你感觉说哪里不舒服 其实是可以感觉出来 或者说帮他擦澡的时候 帮他们擦乳液的时候 可以注意他们的皮肤 有没有哪些出现的一些异状 只要发现有些红症等等 其实全身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会长 就是所谓的带状泡疹 只是说就是躯干部是最常发生的地方 可是其实都要小心 对 那有没有高危险要特别注意的对象 比如说他如果本来就已经有什么糖尿病了 还是要 对 又是糖尿病的病人 对 就是一些本来 米粒就不是很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病人 我都建议要小心 对啊 你们这里崩大 对啊 对 像他这个橘子 踩这个阶子比较多 大概是几月 有鸡 鸡在里面一起 对 有小鸡 那之前有几年前是厂厂长吗 以前这样 这样子 这样子 整片哦 很多 嗯 对啊 阶线 暗宝 人还说不是要养而能够给我 结果可能要带来萝衣去做阿蜡 但要处理一下 嗯 嗯 所以天下山放那边 他的菜脚 就是个硬啊 所有过程都是过程 不过程不过程不过程 没办法 你知道嗎 你賣你這個什麼 你剛才去賣一口就賣到錢公園 那你要教大家怎麼樣 像你一樣越來越老越康進 他去不出魚 他不出魚嘛 他不出魚 他說沒有要有出魚要用的 他說出魚只要當心當中 不要受暗肚膜 不要煩你 不要煩你這樣 如果出魚就無法無法 免疫系統是人體對抗外界疾病的 重要的防禦體系 張玲玉來阿嬤的故事告訴我們 其實日子要過得心情好 沒有煩惱 這個時候你自然能夠健康活到老 為什麼呢 你看他四代同堂一起去做志工 平常做一些伸展鈔 然後重重菜呼吸新天空氣 這樣的情況讓免疫系統提升 連腦人的帶狀泡疹 都可以不要而喻 在戲職有一位長者 在他六十歲的時候 迷上了馬拉松運動 還完成了多次的全馬記錄 更了不起的是 他到了七十歲 嘗試學習踩高鞘 他站在六十五公分高的高鞘上 他挑戰連續兩個小時 不間斷的踩高鞘遊行 到底他是怎麼辦的呢 今天的樂靈人生 我們就要帶您認識這位 站在高鞘上的不老頑童 我姓邱民宿家 一年八十一歲 每一個人都會連勞 但是不要怕勞 每一個老年人 要想對的事 做對的事 有一句話 就是保持冷靜 好 所以不要放棄 比政府更還是外公 對的事 對政府更好 因為台語 也很可愛 非常的可愛 好友們所描述的 不認老可愛老頑童 其實就是老當益壯的秋樹家 我是尚未退伍的 快60歲退休 我覺得這個運動 對每一個人健康都非常有幫助 後來就去加這個慢跑隊 這樣跑 跑跑跑 在運動場也會認識一些跑友 每個禮拜會約郊外去跑 或者在那個前進場跑 這樣子那個跑友越來認識越多 後來因為跑要進去就是去跑那個馬松 第一次在高雄那時候大概79年還幾年 全長42公里的馬拉松比賽 就算是年輕人也未必能夠完成 但是當年秋樹家卻以60多歲的高齡 完成了多達四次的全馬比賽 他們都20K到30K這一段都還很舒服 到了後面10K 那就所謂撞牆旗啦 那個有愛跑的人都會知道 那10K就很難跑 到了最後5K更是難跑 但是後來也是忍痛克服這個最後一階段 第一次跑了4小時13分 隨著年事健長體力開始不慎負荷 秋樹家已經不再參加全馬比賽 但是他並沒有放棄任何可以挑戰自我的 短程路跑 上個月我們去東山河跑那個水岸的馬拉松 然後爺爺說要去幫我們加油 結果到折藩點的時候竟然碰到爺爺 爺爺竟然是跟著半馬21K的路線 跟著跑 讓我覺得說一個80幾歲的 竟然還是一樣不認輸 爺爺 爺爺 來 爺爺 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可以跟跑友的家人聚在一起 這樣子是最快樂的 跑步就是可以享受這些 額外的快樂 哇 云云生日快乐 谢谢 感恩 感恩 我都忘记自己的生日了 对啊 我都忘记自己的生日了 今天的生日 对啊 来来来 她在哪里 来来 我发生了 你要这样帮我生日了 好 好 我也 那你生我们一起看 参加路跑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大家 变得像亲人般的融洽 而邱爷爷的精神 更是让年轻的朋友们感到敬佩 他也让我惊讶 就是他高桥 可以踩将近一个人高的高桥 就我个人来讲 踩高桥对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是有点危险性的 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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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到啦 我跟你讲 他听不到啦 爷爷亲一下 知道你在讲什么 爷爷亲一下 那样子啊 亲一下 这样子啊 亲一下 来来 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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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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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特写到 爷爷在此没配到这样 来 七十岁那年 秋树家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屏东国中踩高桥队的报导 觉得很有趣 立刻拨电查询 我跟他们联络 又给他 又一户高桥来 他也派专人跟我联络 送给我 鞋台就 高桥就这样了 慢慢走啊 就是这样走啊 这样子才会跌倒啊 当你爬到你感觉有有稳固了 可以平衡了 可以放手 这个脚绑这样子不舒服 你看 绑到这里就有压力啊 而且它走会这样子 所以要走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去适应 当然还是要忍耐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秋树家说 踩高桥除了需要平衡技巧之外 要长时间驾驭重1.4公斤的高桥 强重的体魄也是关键之一 跑5K了 5圈了 所以从那锻炼过来才有这个体力了 所以才能有这个体力去参加踩高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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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不要拿来 拿进去 秋树家退休前的一个念头 开始了他的马拉松人生 也因为路跑而锻炼出来的体魄 造就了他后来参加细致梦想基金会 举办的踩高桥游行契机 第一次参加游行就跌倒过我 那一次太太也在啊 后来又找到半路也又掉了一次 跌倒两次就草草流逝了 那个没有办法完成 这那一天采接游行 这些心理上也是不好受 第一次踩高桥游街跌倒的经验 并没有让秋树家放弃采接的梦想 反而越挫越勇地倾家练习 后来在隔年的第二次游行采接中 完成了演出 衣服做得怎么样啊 哎呀这个外套很好啊 我现在反对也没有用啊 我气气气都快气 真的不能只怎么讲 所以你一路反对他一路完就对了 对啊他我一路反对他一路完 就是这样就没有办法 好 来 逼你看看 逼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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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你逼你看 五位杂臣啦 反正就不甘心啊 可是还是要做 不甘心啊 不甘心 我都不喜欢你做 去做那个事情 我要帮你做这个 对不对 会这样想 我走路比较快 OK 那边有人在排队了 大概就是那边了 184号 这一天是秋树佳在今年 硬要参加的第14场彩高桥表演 一早来到现场 虽然主办单位还没设立好后台 但他已迫不及待的 准备换装了 他还没开心 这个切 他还没开心 他还没开心 这个带起来的 最帅的圣诞老公公啊 没有 没有看到过来 再带高桥退板 这不是最帅的圣诞老公公 我不敢讲啊 怎么帅呢 他高兴就好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81老顽童 我是觉得他的心态比年轻人更好 对 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年龄还可以踩到高翘上走那么久 会不会觉得他不可思议啊 真的不可思议啊 因为真的是体力 而且真的我们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就会不平衡了 但还有办法这样子真的是不简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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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如果告诉他 是 是 那我可以佩服他啊 小朋友 对不起哦 看回来 来 来 这个 天前 好年了 小朋友快乐成长 我看他走那么远啊 他不觉得累 我都自己觉得很累他 他踩那么高还觉得不累 这很奇怪耶 他哪来那么大的意义 像刚刚我看他在表演的时候啊 我注意到你都一直看着他啊 其实还是有一种 哇 真的好骄傲的感觉啊 对 还是有一点的 人就是这样啊 好棒喔 谢谢 谢谢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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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这样的台阶 好 公众很喜欢我啊 好互动 当然 这个就是我的成就感啊 怎么回事啊 当然太太 我儿子 他们会比较担心啊 怕出状况 像今天有一个小孩 我跟我推过来 他妈妈赶快抓走 我 这个 你跟我推啊 就不太好了 所以要很注意安全啊 不要休息啊 站那么久了 你要做什么 我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好 好 没关系 好 谢谢 要期待他自己 斟酌一点啦 斟酌他自己的体力啦 因为我们不晓得他到底能不能撑多久 他自己觉得不行 那就赶快退下来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现在我是81了 但是我还是要继续保持这个运动 还有5K的跑步 希望能够跑到85岁 踩高交叉到85岁 那85岁 如果能再可能到90岁 那个希望 就直接不能打到 但是他就去看看了 Keep calm and never give up 这就是秋树家的人生座右铭 对他来说 年龄永远不是实践梦想的绊脚石 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 就不要轻言的放弃 永保一颗青春热血的心去追逐梦想 让我们的晚年人生更有意义 时间过得真快 又到了节目的尾声 幸福引法赞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着手